犯下北捷疊血案凶手貞捷 10號晚間槍決伏法 回顧他犯下震驚社會的疊血案件 竟然和一連串數字巧合有關係 何一廷認為被告震捷的犯罪手段兇殘 惡性重大 所謂人神共憤 且犯後毫無悔意 難以教化 所犯四個殺人祭罪罪部分 求其生而不可得 被告震捷因與社會永久隔離 因此宣告死刑並恥夺公權終身 震捷犯下殘忍隨機殺人案 釀成4死22傷 巧合的是震捷在一審 就被重判4個死刑 最高法院最後宣判 辭刑定業是4月22號 案發當天的捷運列車 也剛好在4點22分 從龍山寺緩緩使出 4分鐘內震捷拿刀砍殺 無辜乘客血染車廂 一連串數字都和422有關係 數字巧合不止如此 震捷補法後運載他遺體的禮儀車 車牌號碼9886 而他遺體存放在冰櫃編號也是98 一連串神秘數字巧合 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記者綜合報導